即兴地摆动身体 眼前施展顿妙舞姿的舞者 他是张婉钊 张婉钊在美国 攻读世界民族舞蹈学 接触到现代舞 也涉猎各式亚洲舞蹈 但最后会选择以印尼舞蹈 作为创作和教学的主要项目 他说这其实是一场寻根之路 张婉钊在台湾长大 父母是印尼华侨 透过舞蹈就好像拼图一样 慢慢拼凑出留在自己 记忆印尼的故事 我们那时候在美国学印尼舞蹈 那老师在上完课之后 都会准备一些东西给我们吃 印尼食物 所以看到这些食物 其实就产生了 很熟悉的感觉 那时候才了解其实很多对于这个文化的熟悉度 其实是在小时候 已经从爸爸妈妈身上慢慢的带给我们 所以他也开始思考 如何透过舞蹈创作 让人们看见不同族群之间的共同处 更传达文化共存的观点 911 那时候我就想说 其实人基本上是相同的 为什么我们都把不同处看得这么大 而不去看我们其实相同的地方更多 跨越疆界探索交流 从张婉钊的舞蹈中 看到的是多元文化 还有金融并蓄 舞者的修炼